剛剛那場比賽 我覺得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在台港澳地區的業餘隊伍的選手 單線的各單兵實力其實是越來越好了 是 就是說在剛才之前有講的就是說 就是這一次的業餘隊伍 你在對線其實你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那跟職業隊最大的差異 我們會在團戰集結 然後這個時間點的大家 團隊配合的一些時間點上 可能會比對方好很多 這就是職業隊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你們的溝通配合都是有經過一些魔力 但是Sable剛才那一場沒有發揮到這個優勢 所以你都跟人家打對線 打很正常的整場看起來有點像SoloQ 所以你會打看起來就很奇怪 最後還是靠著這個團戰中 兩邊的大家打經驗數拉開這個勝利 但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上面是非常的危險的 是非常危險的 我覺得作為第一場 所有的職業隊伍應該都一樣 就是 老實講就是不夠穩 就是你打的就是不夠穩 因為 其實我在看Snapper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你看到選手介紹這樣 view過去你會覺得說 這個隊伍覺得老實 有一種缺少一種氣勢的感覺 對 雖然我們現在的教練跟分析師 可以進入Ben Pig 但是他不能整場在後面指導軍情 所以選手一定要有一個職業選手 該有的支持 就是你在選角選完之後 你必須要很清楚明瞭的知道說 我們該打什麼 我選這五隻 我到底要怎麼去贏這場game 然後在什麼地方哪個破口 我們必須一定要把它打開 好 不然你沒辦法一錘一定贏 對 真的 好馬上要來看一下 一支關於我們新教練賽制的 一個賽前的訪問影片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Ben Pig也會先討論 可是還是會有突發狀況 就是 教練可以應付一下 突發狀況 而且有時候 可以看對手選什麼 然後 先幫自己的選手 擬定一下 等一下該怎麼打 就可能對手是POKE症 那你可能要小心什麼 因為對手是 比較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去參考 所以 所以基本上還是先 Ben Pig是以自己隊無怕的 跟自己想要打的 去做的一個方向 就不會有特別的針對性 可以公開過 選手們的便盾 簡稱可以成立 Uhh 其實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做的話 我們會要做的選手 以為我們要做的選手 選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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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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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訪問也是直接提供了大家作為這個LCS 應該說Riot公布的新規則 那LMS也跟進了這個規則以後 每個戰隊的想法啦 那TPS教練剛剛也是表示了說 對他們這一場比賽他們就是把一些不安定因素給BAN掉 然後等一下我們看一下他們覺得的不一樣是什麼 狼人啊 或者是剛剛那個拿盾啊 那個斯巴達哥就是一些不安定 你就從後面掉下來這太過分了 就是這些什麼那個全場的一些技能啊 或是比較簡單就是我就單點反正也沒什麼差 對 我好想要看到TFJungle啊 不知道有沒有隊伍真的 繼承了我們獨角獸 愛之獨角獸的遺致有沒有 其實現在在4.20的遠程Jungle 其實還真的還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他可以打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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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太會扣血 可是主要還是太怕就是如果野區被對方強碰的話 感覺會非常的慘 對 如果你真的對對方這個打野意識很夠的話 可以去抓你的話 其實遠程的是比較難打一點 對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一個算一個奇招啦 那時候是等於是做了一個中路的TF 讓你去騙對方的BAN Peek 對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有這一招了 可能要想一些新的 比如說T-Mo Jungle之類的 OK 好 現在在JUSTFUN是藍方 剛才他是指方吧 然後這一場TPA是指方 那這邊JUSTFUN是指方 那這邊JUSTFUNBAN掉的是勒布朗 勒布朗 然後TPA選擇分手的納爾 沃維克一樣是 果然還是要把沃維克給BAN掉 因為他就是一個不安定因素 不安定因素 就是你就是你長一臉不安定的樣子 就是你 你就是非常的不安定 你不要在那邊跳舞了 然後現在其實選手上面JUSTFUN那邊也是笑得很開心 說這個沃維克真的最後再BAN了一隻吉林 也是 因為我們之前賽前有跟他們聊過 我就覺得說沃維克這個角色 你也沒有說這個角色真的是特別強 但是如果你真的這個角色 我今天就選了一隻沃維克 然後整天去跳你的那隻Chowy 然後害你不能Carry 你會覺得很煩 對 如果是 如果以HQ來說就是可能西門整天 如果你西門整天都被狼人在那邊搖搖搖搖 我就這樣 我就不小心又回到0622時代 對 我就不小心 可能你就很難打 因為整場我就是被那隻狼人盯著 就覺得很煩 對 好 最後TPM BAN了露西恩 也是上一場PIG所使用非常傑出的一隻角色 一定有參考上一場 一定是參考上一場 這個PIG玩得不錯 對 這個畢竟是第二場的隊伍 有參考一下上一場 是 然後JUSTFUN這邊首選的是辛朵拉 那這個也是現在其實蠻流行的一個首選 他打線他就是隨便丟 傷害非常的高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角色可以對他做太好的Counter效果 這邊TPM是選擇了利山佐 會不會是Morning來使用上路呢 也選了Looping所使用的庫奇 上一場並沒有出場庫奇 那利山佐就是他可以中上都可以選擇去對調 所以其實也算是一個很蠻靈活的一個角色 那PIG這邊應該是要拿出第二隻自己拿手的角色 好 拿盾的又要出來了嗎 拿盾的攀升多田一擊又要來了 要造成這場比賽的不定因素嗎 OK這邊 JUSTFUN這邊選下去的是伊德瑞爾 那伊德瑞爾打庫奇也是現在 現在比賽很常見的一個下路組合 對 你靈光大彈換血一定贏 那我算了我不跟你換 我遠遠的Q你總行了吧 QQQQ在那邊吃冰啊 其實庫奇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可能要上到六級以後才有比較塔下的一個Poke能力啦 來看一下Discord這邊如果選擇了攀升 我覺得這場要開AD的機率就比上一場來的低很多 因為Looping這邊的酷奇的牛神特攻的位移 其實是比格雷夫來的場很多啦 所以要直接像上一場一樣兩次強行的開戰 難度上面是上升了不少 最後還是確定選擇了攀升 看一下台北安薩欣這邊 卡特臉當然應該是比較不會做選擇了 因為4.20版本也做了一波削弱了 主要還是因為天梯的卡特蓮娜 是一隻勝率跟被BAN的機率都是非常高的 因為之前你如果有在打SOLOQ或什麼的話 你會發現這角色根本就是被BAN集選 因為他打SOLOQ就是一個雪球角 滾到的話就基本上就是無敵 那看一下Win這邊選加穩嗎 看來是要選了加穩 那加穩也是現在OGM的主流角色 也是一個主流角色 我覺得他很...我剛剛有跟Winz聊一下 Winz說其實他的觀察上面 他覺得加穩會開始變多的原因也是 是因為剛有提過的2級GANK 對以及他以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他的打野道具如果你去選擇遠骨 那你再補1337其實基本上是一個非常脫妝的 你不太可能有這個時間 你第二個裝備通常要塞腰帶了 那他現在的導演道具可以直接往上升級 拿到這個誤穿的效果 對就是你可以不用浪費多浪費那些錢 對所以現在的加穩主要還是以一個攻擊型的打野道具 然後韌性的部分去用鞋子做補足 對 這邊Just the Fun其實選得不錯耶 對 這上路的RMC選手 其實他很拿手的兩隻角色就是冒凱跟藍寶 但最後選擇了卡薩丁 所以要打一個雙AP 卡薩丁也是OK的 卡薩丁上路 然後來打L3組也是OK的一個選擇 對這樣的選擇 其實我覺得不錯的原因還是在於說 感覺上到6級以後 卡薩丁可以開始反壓L3組 是那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台北拉薩丁這一場有沒有要針對 卡薩丁來做一些特別的打法 對 有沒有要選一些比較強的CC技能 沒有 最後是選定了是傑西 讓邱薩丁用中路的傑西來對上辛朵啦 傑西在這個版本也算是一個很強勢的英雄 你可以看到台北拉薩丁這邊的角色選擇 就是一個比較偏Poke 因為庫西跟傑西就是兩個 就是一個Poke非常強的組合 再配上珍娜 這三個一組就已經成正了 這三個一組成正 就已經成正了 Wings跟Morning只要在隊伍被開的時候 是當然反開 或者是當對方斜線夠低的時候 我直接進行一波壓制就可以 我可以進去不然 連地上座也可以直接開 就是你整個隊伍其實可以滿靈活的一個使用 反正我三人已經成正了 那這個陣型 我們要怎麼去利用這個陣型來打 只要可以打出來這個陣型就好了 對 那JF這邊呢 Maker覺得 因為其實最後的上路 我原本覺得藍寶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品 呃 如果是我覺得 我覺得藍寶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藍寶這個角色 對 配合著辛朵拉遠程的一個CC 很有可能可以直接一波在很遠的地方 直接殺掉對方的重要的career 因為其實如果有在 如果你在banpeak上有 比較多做一些功夫的話 如果對方有可能選捷系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選藍寶會比較好一點 你可以限制 比較可以限制到對方的一些輸出 輸出 對 因為現在等於是選了卡薩丁以後 卡薩丁如果前期沒有滾到一定的選球 他要進場給後排壓力 我覺得以現代的版本的卡薩丁 沒有那麼的簡單啦 是 那這邊可以啊 你TPA有沒有可能來開場 來做個逆EU給 直接給卡薩丁壓力 因為其實 對 這也是職業隊比較強的地方 因為他們逆EU訓練比較充足一點點 對 因為以正常來講 就算是韓服的高分的精英場 其實還是以正常線的開局比較多 大家去練習這種逆EU的調度 整個團隊是要很緊密的配合 而且又是一個新版本 大家對於野區的這些野怪的分配跟掌握 更難掌握了 更難掌握了 而且在 應該說逆EU的控兵線來說 就是 在一些比較 你比較不熟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 亂掉 你可能會出現失誤 就變成一邊控 然後一邊 你推給對方上路去吃兵 然後對方控 控得死死了 然後 然後Support下來下面之後 然後你發現 欸 發現這樣不太對 我們這樣少一點吃兵 真的 好 那這場比賽開始前 然後賽前的預測 台北暗殺星 九成三的勝率 大家可以 都可以到Garena Live的網頁 收看直播的網頁 下面就可以投票了 OK 這邊還是兩邊一樣 都是 一隻障位 五星開 然後 因為我這 應該也是TPA 這個最穩的一個打吧 最穩的一個打吧 不然 通通消掉我們五星障位 然後 見招拆招 AD跟上路 兩邊都直接對位到 也進行第一波的熱手 兩邊都在施放技能 也順便抓一下對方 走位的一個習慣 OK TPA在這個三角草床 插了一隻眼睛之後 馬上Record 好 Record這邊 感覺要換線了嗎 如果回去的話 應該就直接 有可能就 沒有 因為他會扣血 對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 其實TPA 如果沒有 要打這隻緊急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以去鬧對方 這個雙死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TPA 還是 跟上場一樣 應該 最近我看到的比賽 好像都是這樣開 對 那打緊急這邊 理論上會扣少路 比較多血一點點 那這邊看珍娜 彈住這個傷害 珍娜這邊是 沒有點出餅乾的天賦 傑哥這邊的天賦 可能要賽後 可以去查一下 他是不是點了比較多的 防禦天賦 然後這邊是兩個人 分開坦 你看到打緊急這邊 血損的是比較嚴重 應該要花掉一罐水 對 直接磕了一罐紅水 討了一個封盾 讓路平把最後的 出擊給擊殺 OK 那你看到 在一座六合這邊 其實點他在 納米再補一下 可能就沒什麼差了 這邊血量其實是 沒有什麼 對 但這邊小細節是 傑哥是把經驗 全部浪給了路平 讓他直接上二 直接上二 前面要直接利用 這個二級做一個壓制嗎 對 這也是在 4.20版來說 比較不一樣 因為有一些角色 上二可能比較強 也許你今天可以 不要讓AD上二 你讓Support上二也可以 Support上二 有一些Support上二 特別強 對 射雷希 射雷希 雷歐娜 賈利斯塔 甚至索娜 這種上二級都很強 都很強 然後你就可以在前期 做更多的騷 兩邊都上到了二級 這個零光炸彈 打到了Support 我到底要念他 SUP還是Support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你就說 懶方的Support 懶方的Support Jack的Support 上路的對線 上面Molning 這邊是直接把兵線 往前硬壓了 INC這一場 看起來在線上面的狀況 是比上一場來的差一點 兩邊中路的對線 都是持平 可是都要閃躲對方的指向盡 這邊意志之力 有順利的把球 帶到了丘雷希身上 但可惜這個推球 並沒有推中 丘雷反身的 電池脈衝也沒有命中 換血上面C戰有一點點小小的優勢 下路這邊P一個 哇一個非常關鍵的 奧數月圈 閃躲掉了零光炸彈 這個就是那個 用伊德瑞打 酷騎比較好的地方 你只要丟那個 我就閃一下 我就去持平 然後我也可以 瞬間來做一些反擊 下路線 JF這邊壓得很深 Winz要從後面做Gank 帶著紅BUFF 密出一個Support 閃線 這個閃線講得非常的及時 如果被挑杯再閃 很有可能就來不及了 是的 那這個時間點就是 你要看到時間 4分鐘 4分鐘 那這邊 Winz補裝之後 過來馬上做第一波Gank 對 而且他連藍BUFF都還沒有吃 抓準了這波 對方兵線前推的時間 對 如果你有吃藍BUFF這個時間 又拖更後面的 對 我是覺得 你跟我這邊是不是對河蟹 有一種莫名的眷戀 他們上一場也是 他們有五個人 追著河蟹的這種舉動 對 因為其實這個河蟹只有35塊錢 那他的經驗也是非常的少 就是 他剛剛這個時間如果走進去看到 Winz在吃藍 有機會來鬧對方的藍區 有機會鬧得到 但他是選擇先把這個河蟹給打死 再走進去就會看到一個正在吃三郎的Winz 兩邊都只剩下藍BUFF Winz調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畢哥這邊血線上有優勢直接套了 哇 這邊上千 一個普攻跟Q技能都順利的秘重 這邊路PIN的血量已經偏低了 而且對方納米還可以繼續補血的狀況下 這邊 呃 繼續被壓 繼續被壓制可能 不是這麼好打 但是不能回去 回去這個吃兵量可能會輸很多 很多 吐露這邊邱宇找到一個機會 先沒有球的情況下 只能把他回推 邱宇的魔力見底 這波的換血 兩邊的回復道具都用光了 加入的對線 PIG這邊血量上面還是有點優勢 靠著support的彈跳水柱 這邊看傑哥這個封盾的能力齁 一定要把所有的打到Rubin 可以打到Rubin 全部擋住才行 哇 這邊沒有擋到一發 又中一發了 秘書射擊 這邊血量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輸的一個狀況 好 加在斯 這波的兵線是深入進來了 如果兵線如果靠近JF的話 這波兵線可能就要放掉 是的 因為現在攀升如果過來的話 腳要散 現在攀升確實從河道準備要過來 這一隻眼睛有沒有看到 他沒有要轉過來 還要繞直加三角嗎 這波TPA感覺是要放棄下路的兵線 要直接Recall了 這真的不行 因為你不太確定 對方的Jungle到底在哪邊 因為如果你剛好是在塔的旁邊 這個草叢的話 你有可能直接被帶 因為剛才WINS已經回去了 這邊已經沒辦法再熟了 對 但這邊 納米可能要趕快把線給推進去 因為剛好有炮車走出來 哇那這一波 Rupin的Recall時機就選得相當的不錯 對選得很好 不會漏掉太多的小兵 因為進去基本上 漏個兩三隻差不多 基本上不太漏 對 因為炮車剛好接著這一個塔的傷害 所以Rupin應該是 剛剛只漏掉一隻近戰小朋友 如果他全撿的話 可是經驗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下路 盤山這邊過來 要做一個正面的蹲點嗎 Disco這邊的選擇 怪怪的 他在下路 但是AZ已經Recall了 所以Recall了 這邊浪費了一些時間 對浪費了一些時間 沒有選擇繼續給中路壓力 因為此時TPA的中路 兩方的視野是已經全部消失 而且JF這邊其實眼睛 還算補得還不錯 其實幾個應該要補的點位 其實他們都有補到 對 幾個關鍵的直眼 對 而且直眼的那個防守眼位 其實有都補上去 所以他們在那邊 整個視野其實都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Disco這邊是遇到的傑哥 原本是想要來蹲點中路的Chowy 但傑哥這邊也是 即時的來幫忙建立一下 河道右側的視野 其實後面緊擱著Winz 所以Disco並沒有辦法得手 OK 這邊其實上 那個TPA這邊中路 Chowy要小心一點 就是在潘森如果上6之後 可能你有機會 可能被一波暈帶走 因為其實這邊 新羅拉傷害是相當高的 對 Chowy這邊的 召喚師技能選擇的是虛弱 有可能在很遠程 直接被暈到的情況下 潘森跟進 虛弱都套不下去 就直接被擊殺掉 當中這邊 卡薩丁上到了6級 看起來可以慢慢的 反壓一下Monning的血線 反正他現在只要Q 有個摩盾 就上去砍你一刀 他上去其實也沒什麼差 反正以卡薩丁來說 就是慢慢農兵 好 現在進入一個暫停 進入一個暫停 兩邊在暫停前 是在中路聘了一個問號 所以可能是 中路的C選手 是不是 電腦上面出現一些Lag的狀況呢 我覺得這一場就是 那個 重點我就會放在這個卡薩丁上面 卡薩丁到底能不能發育成功 然後TPS這邊有沒有辦法利用 立山佐的一個 會戰的一個優勢 在前期有沒有辦法打出一波 比較好的一個破口 對 以立山佐 因為上一場Sniper 也是選擇上路立山佐 就前期一個主動性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 你選擇立山佐這個角色 我覺得一定要在打野的地方 多做琢磨 對 多做一些主動的進攻 反正你只要進去嘛 反正TP過來 在卡薩丁沒有裝備的 有什麼狀況之下 然後一隻立山佐 隨便發揮都會比卡薩丁好的很多 對 或只會把你冰起來 然後隊伍隨便開你 就擋不住了 但這一場絕對要比上場更加小心 因為如果這一場 IMC還是拿到跟上一場一樣的優勢 他這場的卡薩丁的破壞性 是比上一場的冒開來的更為嚴重 這兩場的他們角色 第一場他們的傷害是不太夠 這場的傷害是有一點強 對 這場的傷害是非常非常的足夠 對 這場的坦度是 等於說整個隊伍考驗自己 拉打的能力又變得更高 對 拉打能力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一波帶走對方 下路線 下路線的對決來說 現在其實PIG這邊 以JUST FUN這邊的下路線 是佔有一點點小小的主動優勢 其實還好 因為其實酷騎這隻角色 上到六級了 就只要你不要輸太多嘛 上到六級之後 你那個R你永遠都是有辦法拉回來的 對 你看到這邊酷騎其實施兵量是稍微零錢的話 他只要上到六級 他那個大隨便噴幾下把你血量噴低 他就POKE POKE POKE 你就一定 你那條線基本上就很難打擊 也就是說為什麼 酷騎現在就是一個比較一線的一個角色 然後再下一版本也會被NERF掉 對 PIG這邊是選擇了出了水滴雙多藍的方式 來面對Rubin的酷騎喔 DISCO這邊吃掉了第二輪的紅BUFF 兩邊的Jungle等級目前都還是五級 下路線的對決 陸屏閃掉了一個水滴禁錮 PIG沒有向前 這邊攀升的位置是暴露出來 把三角的視野給清空 那現在WINS的打野的速度上面 是比攀升來得更為優秀喔 這邊WINS應該已經快上六了 可以順利的上六 吃完了雙十 現在DISCO五級的情況下在中路右側 OK這邊中路想要擺服一波邱影 上路這邊IMC直接跟Morning對打 一套傷害打出去 Morning在向前想要流出 腳閃EQ硬蓋 但是有虛空行走的卡薩丁 IMC殘血逃脫 這邊的算血上面差最後一咪咪 沒有辦法順利的擊殺 因為剛剛WINS的位置 這個即使腳閃EQ也是沒有辦法順利的 可以把Q的傷害打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上路其實是 卡薩丁其實是52之名 其實他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差 反正他可以 他只要有頭就要有等級 他不要太慘有等級 然後這樣就已經OK了 反正你前期被第三拙牙 那是肯定的 反正他在這邊一直推 打下來不可能100%吃到病 對而且他等於是吃掉了WINS的閃現 跟大拳這一波的WINS攻勢 其實是很賺 打到了傑哥 傑哥的血量剩下最後的三分之一 但是PIG已經沒有什麼MANA了 盤身繞過來囉 傑哥要直接從這個草叢進來 海浪過來直接舉飛了 露萍閃現 傑哥腳閃硬吹 把露萍給救出來 WINS也跟進了 這波JF的位置是否有點危險 這個EQ一穿三 被套了虛弱的WINS 左方還有Chowy B出了兩個閃現 IMC腳虛攻行走逃脫 這波TPA雖然沒有順利的夾擊到 但是是B出了非常多的閃現 這波沒有殺到還滿意外的 就感覺應該有機會殺到 這邊要殺 還有閃現 也交了閃現以後 吸這邊一個緩速 克制了TPA的追擊 兩邊的下路交手 直接蔓延到了中路 打了非常久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倒下 但是JF這邊所有人的血跟召喚師器人交掉 下一波你就會打得相當慘了 主要是剛才上一波 那個Morning跟WINS把大招全部交掉 所以剛才你可以這樣下路都留不到人 如果有一個人有大絕的話 你就一定留得到人 Morning這邊想要偷這個藍buff 但是已經看到了卡薩丁走上來 直接往他身上灌傷害 所以這個藍buff應該是順利的交到C身上 OK這邊Morning上去有一大多兵 我下路這邊一波再次 陸屏的血量很危險 被逼出了治癒 但是旁邊有WINS 被水狼進鋪到以後 還是及時的趕到了戰場 最後是由陸屏拿下了手殺 這邊算失誤 真的是有點失誤了啦 就是在 你沒有什麼技能的狀況之下 你還是不要打 感覺有點像剛剛累的 不知道 因為你的藍區已經陸入了三個人的行蹤 邱瑀這一波蹲點 哇利歐一個Q進的順利的跳上來 但是C波反打套的點燃 兩邊的血量都很危險 邱瑀最後喝了洪水吧 點燃的TIK給抵銷掉以後 有要補一發EQ嗎 他在喬喬中EQ出去 但是由小兵幫忙擋 這個精準彈幕刷過來 選擇的草叢錯誤 並沒有刷到邱瑀 這邊被刷到應該會死 會死 一定會死 除非他穿過了我們的大會鳥 四鳥 還不會死掉 幫他減一點傷害 因為應該是 我覺得剛剛其實 辛朵拉是有機會的 如果再過去的話 因為兩邊其實血量有點接近 他再中一個黑暗星體 就可以把他擊倒了 對 剛剛兩邊其實都 兩邊都是一個技能的傷害 最後兩邊決定 我們這一邊都不要殺人 就不會有人 Peace 對 先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 喔 利用河蟹的位移 原來這就是我們的水滴哥跟河蟹的愛戀 他這一波一個漂亮的跳河蟹 躲過了傑克龍捲風 OK 但這邊TT也不可能來打這隻小龍 因為這邊WINS已經把血跟魔盾超廣了 這邊是必須要被瑞寇回擊 但中路這邊C很危險 看到了Morning 機動冰刺進場以後直接咬閃 非常的果斷 我覺得這邊卡薩丁有稍微被影響到 我覺得他不要趴著跑就好了 我覺得如果是他的話應該要好好的農兵 你趕快成長起來你的隊伍才會比較有救 對 金箍水條打到 遠方的peak跟上了一個秘術射擊 但現在有傑克的高等級的封盾以後 這個消血上面已經看得出來TTA雙人線百壓 中路的兩邊的閃線都還沒有轉好 這一個EQ順利的命中系 打掉了三分之一條的血量 看身的大絕其實還沒有 他剛剛是跳下 大絕為什麼是DT的呢 我怎麼不記得他有跳大絕的畫面 其實我也沒看到 他可能是跳主機 你知道這邊很危險 C已經被挑飛 這個二打二應該是TPA會拿到勝利 一個人打一個人 Winz關在競技場裡面說 Chowy不要搶我的人頭 順利的用普攻擊殺掉了C 這邊攀升還是太不小心了 這邊已經中了Chowy的一個EQ 還要硬拆這個直言 對 已經中了EQ 這邊就已經必須要放掉了 而且你這邊在沒有視野的狀況之下 你不確定這邊佳文到底有沒有在那邊 佳文就剛好在這邊 不是外遇 是巧遇的佳文 就順利的拿到了這顆人頭 TPA現在在吃小龍 這一波抓掉了中Jungle TPA應該可以順利的掌握 對 因為我要說應該就是因為有精準彈幕 所以一定要講應該 再帶一個龍捲口 這邊已經打到這邊血量已經失誤的狀況之下 這邊已經不可能打贏了 而且剛剛 這個 潘升身上是沒有他的聖盾 所以他直接被傑西一跳錘形態 就打爆了 不過我覺得他沒有必要 下路這邊要跳了 Disco落下來的瞬間 Lupin選擇往後打 這一個選擇很巧妙 Pick只好繳出了他的 奧州院街往前追擊 但是Lupin已經跟傑哥做了會合 Morning也TP過來 這波JAP的大絕 潘升的大絕是無攻而返 而且現在是三個人在塔下 看一下TP的這波的選擇 Winz此時在入侵孔區 Chowy也選擇來下路靠 會不會是一個4加3呢 應該打完BUFF應該是不太能做什麼事情 因為剛才卡薩丁也是想要下來支援 但其實老實說沒什麼必要 還是好好在上面農吧 Morning這邊抓到了C的位置 但是他其實是想要回到他的上塔 因為卡薩丁這邊終於找到了一個時間 把兵線往前推 把吃兵稍微拉近一點 看一下他 拉近蠻多點的 但是這一波回家可能還套不到時光啊 應該差不多了吧 已經15分鐘 他也沒發生什麼太多太大的事情 對 但他的吃兵其實是 對前面有被Morning的壓制給影響到 第一個是被Morning的壓制 第二個是另外一邊 對 跑來跑去 而且 我覺得沒有必要跑來跑去 就是我問龍就好了 下路線打得很兇 露萍這個靈光炸彈炸到了兩個人 Support的血量已經很低了 傑哥這個龍捲風吹起 但是後方看到了攀升 這邊卡薩丁長過來 而且卡薩丁長過來要收頭 傑哥的逃跑位置選擇左側 RMC第一個虛攻系統已經用掉了 傑哥有順風而行的被動跑了飛快 已經來到自駕籃區 這波JF是TP浪費掉了 而且這一波沒有要繼續推下路嗎 這邊讓露萍在下路這邊直接 一個人穩穩的收兵 那這樣JF的TP是非常的虧 而且上路這邊 Morning會不會直接把塔給帶掉呢 應該是會直接把塔帶掉 因為這邊這個時間太充裕了 而且藍buff還要被WINS給拿走 這波JF的初擊 雖然是一個反手的初擊 但還是非常的傷害 我覺得這邊如果你已經TP都TP下來了 這個塔是必定要帶掉 你一定要把它換掉 不然你上路是必定掉的 這波PIG繳了他的精準彈幕 又要進行recall 陸屏回來這座塔可以直接守住 現在要給中路壓力 Morning直接一個E技能 將閃現進場涌動 Morning將WINS的大絕 WINS的EQ順利的帶走這顆人頭 四個人的中路集結 這波WINS身上是有紅藍 開啟了超頻導體的 TOWIE點塔速度飛快 這邊TPA要把四野慢慢做進來 會不會重擊這個大蕙鳥 把重擊的效果給拿到 沒有 最後是TOWIE拿到了人頭 重擊還在CD 我覺得拿這個buff去清一下紅區的野 也是非常的不錯 是的 就是把那個四野給清掉 不過這邊因為他TPA的眼睛量不夠 不然我覺得應該可以把這個 多布一兩隻眼睛 讓他們野區整個都沒辦法打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邊TPA是一個超級優勢的狀況 就是你在野區會戰會超級優勢的狀況 就是要 基本上布起來的話 這邊下路是輕鬆帶著的 三個人直接進行前壓 這座塔已經快被點掉了 這邊卡薩定回去補了ROA出來 他現在想要來找機會收頭 但是李小榮還有兩分半以上的時間 而且邱宇這邊找到了IMC RECALL的位置 還中斷了RECALL 上路的兵線感覺已經要被帶到了內塔前了 這波的中斷兵線就有他的價值 卡薩定為什麼這麼喜歡跑來跑去 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冒凱 我覺得他就好好的去打 那個把裝備弄起來 然後點一下等到有裝備的時候 他就可以給Moning壓力 但是Moning這邊 受到了三個人的夾擊 吸一個隔牆的推球有暈到 後方潘森跟上一個暈眩 Moning只能往前 最後是被塔給擊殺 人頭落在了潘森身上 看下路這邊TPA也得手 對 同時這邊TPA馬上要做事 就是這邊出事 這邊你一定得做事 對 而且做大事 還換了兩顆人頭 1換2Moning在上路 吸引了三個人的情況下TPA 帶走了下路的外塔 還再添兩顆人頭 這波要直接把兵線搶 送到內塔前 這樣經濟已經被拉開了 6千塊的差距喔 這一場TPA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的打法 也不是說打葉儀隊 我們有改變什麼樣的打法 但這就是TPA 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流程 他們就是在打一個流程而已 那這邊我是覺得 這邊打的是比較奇怪一些 因為理論上卡莎 你打立三卓 就是一個浩浩浩 浩到你可以壓立三卓的時候 立三卓就會非常痛苦 他非常痛苦 因為只要你被RQE打到之後 然後再下一輪你就沒辦法打 可是以目前來說 他現在比較沒辦法做到這些 因為他裝備還不夠好 對 就是前幾次的 下路的這次的側洞 我覺得潘森繞背是可以的 然後他也逼出了兩個閃線 包含了Looping跟傑哥的閃線 就不用繼續去追擊 對 後面的TP進來的確是沒有攔到任何的東西 然後也造成了整波的聯動 然後他後面有幾次包含了Morning來中路的一波跑線 是 就是說你一直被動的跟著Morning去 不需要做 對 你不需要這樣 因為你這一場你選下去 你的目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要分推 我要推 推到你這次立三卓不舒服 如果你真的喜歡打會戰 你應該去玩藍寶 對 就是 也是說你要信任你的隊友 就是你已經選擇了這樣的角色 你就要把這個角色 就像你是一個依瑞莉亞 你在沒有三項之前 你就算看到再甜美的人頭 你應該也要忍住 想辦法把你的三項先給弄出來 因為這兩個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角色 不是 你要打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要打會戰 一個是你分推之後有裝作人超強 跟一個立瑞莉亞類似的意思 就是 我今天如果用 JF這邊使用立瑞莉亞 一樣也是用這個打法 你不可能用立瑞莉亞 整天去跟著立三卓去打會戰吧 這聽聽起來就不科學 對 你的先手能力比對方差太多了 而且你會戰的那個影響性 也不可能比對方高 對 在還沒有裝備之前 但你可以直接往對方的Carry身上 打的時間點還沒到的時候 其實就是努力的農兵 那這邊其實TPA就非常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看 從剛剛Morning到中路 他只要推完他就趕快去做事 我就是 反正我就是要找人打 就是上一場我就覺得哭哭到 我就是 也是應該要這樣打 就是 我只要推出去之後 我就到處去找人打 我才不管你 反正我只要打得到的人 我隊友接得到就會死人吧 對 而且我覺得兩邊 在Jungle Way的發揮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WINTS其實 往往是整個隊伍進攻點 他都會參與其中 不管是剛剛下路的前壓 或者是幾次的龍的集結 是的 你看到這邊204 就已經可以明顯 就可以陰森這件事情了 對 每一個擊殺都有我的身影存在 對 好險前面沒有多一個0 要不然念起來就怪怪了 好 剛剛拿到了這條小龍 這邊WINTS也卡了一下 他這邊這個石頭這邊 動了幾下被困住了 被石頭給卡住 難道是PIN值出現了問題嗎 那兩方又陷入了一個暫停 現在現場的線路是出現了一些Lag的狀況 的確WINTS應該是在說 這個石頭不科學 不科學 我剛剛這個EQ不可能中 裡面有一些什麼石巾還是什麼東西 把我卡住 應該是貝克剛剛有 剛剛多放幾顆石頭在我這個位置 他想要讓我Fail 我沒有那麼壞吧 對 又不是AHQ對台北暗殺星 對 如果是的話 你可能會直接放好幾個大石頭 對 但說實話 你也蠻希望看到他們跌倒 不是 我怎麼忽然心就講出來 不可能 我覺得 我不可能會希望他們跌倒 因為我覺得職業隊 因為以這個台灣的整個電競的發展來說 我希望這個競爭力是越強越好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一個方向發展 對 這絕對是一個正確的發展 TPA往中路集結 即使遠方的精準彈幕射過來 把小兵給清光 但是這邊TPA還是順利的拿到了中路的內塔 看起來中路這個內塔即使有了護盾 還是擋不住這個Poke證成型的時間 OK 現在TPA對自己的方向非常清楚 我想要我視野做起來 然後有機會我就PokePokePoke 然後只要Poke到差不多 我第三組或是家務人直接開 就是擋不住 所以我們賽前所提到的 整個陣容的成績點已經來到了 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Looping 就直接跟球尾走在一起 我就一個R 然後一個EQ 只要你又一個人都中了 你就必須要回家了 就要回家了 就一定要回家 然後下路這邊Morning在TP的時候 做一個示意的分點 而且現在INC的裝備其實還沒有成長出來 ISCO這邊想要硬抓Wings 接上了一個進入水牢 但是傑克開啟了大絕 這邊TPA拉得蠻漂亮的 TPA順利的拉開以後 Chowy進場直接秒掉了C 後方的Morning也TP進來了 這邊再次利用暴血 姐姐把捨破給留下來 Poke這邊 哇 奧數月千 剛剛這個石頭又卡了一下 最後又是被Morning的暴血姐姐給帶走 後方Wings跟Looping的夾擊 把潘森給擊殺掉 這波0換4 只剩下安西一個人活著 這就是我們剛剛賽前所說 JF的陣容 其實現在其實沒有什麼 還手的餘地了 現在主要就是說 你現在打會戰 就是第一波你如果沒辦法帶掉人 然後傑克一吹開 他把陣型一重施之後 你整個進入一個TPA 他就是可以拉打 他就是可以拉打 你看你打不死 他第二波反打的話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力量 對 而且你前面是一隻 不夠肥的卡薩丁 太不肥了吧 你給不了後面 辛朵拉跟伊澤瑞爾 更多的拉打空間 其實他現在是非常不肥的 好像非常不夠力 好像他如果現在 有個驚人 這本小書 如果可以變成一個大裝的話 就可以 對 如果是一個劇型魔棒 那局面可能就不一樣 剛剛灌Looping的傷害 有可能就把Looping灌到 他不敢再戰 尤其是剛剛第一波 第一波打那個 那個佳文那一波 有可能直接把佳文給帶掉 因為這個傷害是相對的 就是我今天有辦法打掉你 你就沒有拉打空間 你就沒有拉打空間 但是如果我讓你有拉打空間的話 我就會變得非常的難打 對 剛剛Chowy 可以很 怎麼說 就很有時間 看著隊友被打 他剛剛其實就是看著Wins被打 Wins就是在那邊被打完之後 然後EQ出去他也沒有要做什麼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到那個 就看Chowy跟Looping的表演 哇 這邊我們也看到了Morning的表演 一個轉角遇到Morning的Pig 直接被動在原地 瞬間被擊殺 Morning使用的這套 是一個CD流的一個配裝 CD流 然後魔力不缺 然後這邊CD流 對 其實在LCS的這個expression 就是他們的 算是 因為他們在增加隊伍術 好像叫擴張 擴張賽之類 我們也看到很多栗三族 甚至阿里選擇兩本黑魔的這種處法 就是黑魔 不然就是CD鞋 然後就是什麼 反正把CD 把斯里亞撐到滿之後 其實是一個 那這個角色就會變得非常而強 也配合了深淵 那現在TBA直接轉頭吃巴龍 JF完全沒有辦法去防守 TBA一樣 跟上一場 如果JF如果做這個動作的話 我覺得做這個動作可能 回去 當然跟貝克本身沒有直接性的關係 但可能你也不太好睡 我不太能接受這種事實 對 因為你睡的時候 隔壁房一直有人在哭 這樣感覺就是不太好 好 那現在其實TBA其實在這個 穩定度設置方面 其實發揮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它每一個 它每一個 節奏的掌握點 其實都長得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藍霸三點不完 藍霸三點不完之後 馬上衝進去我直接打 反正你來 你也來不及了 對 你來你也來不及了 現在基本上都三線帶到 你家的軍營塔前 兵臨城下 我就所有人在外面叫戰 然後如果你 剛才來得及支援的話 了不起我出來Poke Poke 你要回家我繼續給你壓力 現在JF的 防守機會可能真的要靠著 一次完美的 辛朵拉跟潘森的聯手 我覺得是蠻難的 因為這個傷害是秒不掉 現在TBA的任何 前排一定秒不掉 後排有機會 但對方的後排很難 給你這個機會 直接被CC到 你後排是一個比較Poke的角色 你到底要怎麼抓到他們 我是蠻疑惑的 而且對方這個是有一次真娜 在這邊 在旁邊保護的 你要真的要去開到對方 其實 而且Looping的出裝 也是一個標準的 前壓式的裝備 都是三相配四血 幾場的IEM打下來 看出來 這是一個Looping 最喜歡最習慣的一種出裝方式 是的 就是傷害很高 我不太需要普攻 不太需要普攻 反正我這一場 我的目的就是 我跟Chowy 用Poke把對方打到殘血 然後等著Morning跟Wiz去開 對 你看這邊剛剛是C 好 這一波要打囉 這邊攀升也殘血 直接上去 均衍塔瞬間被摧毀了 再往前壓均衍 這時候再出來的人 看下一個被Poke的人會是誰 C的位置很危險 但是電子脈衝是往下方打 想要來打我們的Nami 順利的壓掉了均衍以後 TPA再轉線下路 上轉 一個穩定性的表現 一個塔一個塔慢慢拿 這邊還不忘順便吃一下 雙十 順利的帶走十項以後 這一波TPA有發光BUFF 繼續前壓 有超級猛的炮車 其實我有看到貝克在 那個改版的時候所提的 其實有一個道具我也很期待 就是那個 會讓炮車變強的那個 我好想看到他出現 我真的很想看到他出現 那個 因為這個炮車現在真的是 超猛 超遠 超猛 這邊選擇直接硬抓 瞬間抓掉了潘森 為止這個蓋蓋出了兩個閃線 C沒有閃線 在競技場中被收掉 Ruby這邊直接在隊伍最前方 跟對方的AD對射 逼出了治癒 遠方的精準彈幕刷過來 但是這邊TPA拉後 帶走了均衍 最後 IMC這邊的競技場 不夠肥的卡薩丁 只能回身 跑不掉 被丘尾給擊殺掉 只剩下 屁哥的伊德瑞爾 一個人 沒有辦法防守 TPA要帶走主堡雙塔 傑哥開啟了大絕 把所有人的血量給拉起來 屁哥這邊感受到了絕望 就在 就在最後的 傑哥的真愛的龍捲風下 TPA摧毀了JF的主堡 拿下了這一場的勝利 OK 這個TPA的穩定 還是非常穩定的 就是 我們這一套要打什麼 就是照著這個流程下去打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對 這真的是 魔王級的隊伍 就是 該有的穩定度 對 就是 反正我這場就是 反正我 Poke的時間點到我就去Poke 然後Poke到沒血我就蓋你 就這麼簡單 然後前面幾個地方 其實JF其實是有機會的 但是 我覺得對於他們陣容的掌握 不太夠 就是我剛才前面有講 就是卡薩丁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們如果 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話 他們這場才會有機會 對 而且這一場我覺得 我覺得 TPA在面對 潘森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他的防守力 也是比 Sniper來得更好一些 在前面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 兩邊在0比0的時候 其實是咬得蠻緊的 也咬得蠻緊 然後這邊其實JF 是有機會去打出一波東西的 但是 一直 TPA一直一直咬著嘛 前面我就咬著嘛 因為 你潘森那個比較好 GAME或是什麼東西 就是 我們把這個 因素去除掉 因為我是要打Poke 遊戲時間12分鐘 沒有任何事發生 這場基本上就是我贏的 對 我是要打Poke 或者是我要栗三卓過來打會戰 就是 這一場我方針就是這樣子去進行 那這邊你如果沒辦法做到事情 那就是 就倫我開始做了 對 那這邊可惜JF 雖然拿到了一個 也有主題性的陣容 但並沒有有效的發揮喔 他們還有最後一場的比賽 是要來面對 同樣A組的最後一隻業餘隊伍了 那今天就是 兩場比賽目前 都是由職業隊伍獲勝 接下來的比賽 我們要帶來的是兩隻業餘隊伍喔 TNL TNL 跟這個DarlingU的兩隻業餘隊伍的比拼了 也是 跟AHQ同樣組別的兩隻隊伍 DarlingU 我等一下好好來看一下 DarlingU 好 那我們廣告過後 帶來DarlingU跟TNL的比賽 2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